Hello 你好 我是八大电视主播石仪杰 今年我们终于脱下了口罩 同时解除了疫情 身心灵逐渐地回归日常 但是对于网路霸凌受害者来说 在网路上受到的伤害 依旧折磨心情 影响生活 调查之后发现 网路霸凌最常出现在 有旁观者的时候 因此让我们一起从旁观者 转为是发生者 一块来帮助网路霸凌受害者 远离风暴 成为停止网路霸凌的力量 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五 是国际停止网路霸凌日 不论你贴文 分享 或者是按个赞 都是有帮助的 因此请和我十一节 一起来支持董事基金会 2023年停止网路霸凌日